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材料 字幕志愿者 材料 字幕志愿者 材料 Hello 大家好 我是Flora 今天教大家做Cranberry火雞粟米餅 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是 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是 粟米餅 500克的cream cheese 火雞肉 這個鬼佬韭菜 英文是敢讀的 Chiles 橙皮一個 還有Cranberry 首先把這一片Cream Cheese 拿到它又滑又Smooth 來吧 好了 我們現在加入Cranberry Cranberry 和鬼佬韭菜 很大的蔥 我們現在拌進去 多一半 我們加入橙 用這個專門做橙皮的Grader 大概半個橙 我們現在將它們全部拌在一起 拌拌拌拌拌拌 阿這顏色很漂亮 紅綠橙 拌拌拌拌拌拌 拌到一整個就好 現在我們準備一塊熟米餅 和我們的火雞肉 做好 快上手套 把辣 我們用一隻羹 用一隻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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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塗上去 塗到均勻一點 現在加上我們的 火雞羹肉 你想放多少都可以 我這裡大概 兩塊左右 你可以加多一點 這樣就多一點肉味 不然都是三塊好一點 這樣就完成我們的 雞卷了 現在用一個碟 或者一個飯盒 把雞卷放進去 然後我們放進冰箱 這個碟子 就冷了三十分鐘 剛剛拿出來的 我們現在就是最後的環節 就是切它們和試吃 首先就切了頭 和尾 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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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收看我的第一條影片 喜歡的朋友可以在下面按like and subscribe 以後有更多的作品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